有請黃秋生為我們頒發最佳編劇獎 各位午安 很感謝金像獎再次給我一個機會 站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香港的報速很快 如果有一個人在某個範疇中 消失了兩、三年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就容許我趁這個機會 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的中文名叫黃秋生 意思就是說雖然黃了 但是秋天的時候 還有生命跡象的意思 就像香港電影一樣 很有生命力 我的職業是一個Waiter Waiter是一個電影藝術中的專有名詞 意思就是等待者 不是適應 我說等什麼呢 我就等位置 等工作 以及等運動 等等等等 有時候我是一個actor actor又不是解作行動者 他是解作演員 但是其實 我真正的身份 是一個編劇 我上個星期跟一個老友在那裡聊 我說 阿徐在那裡 很久沒見 上個星期跟一個老友 聊說 寫劇本 就是一個 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他說 他說最重要的是有兩個元素 一個元素 就叫做出人意表 另一個元素 就叫做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我說 出人意表和意料之外 就是一樣東西 他說不是 有一點點不同 出人意表 就是 你猜不到的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就是很合理的 但是你也是猜不到的 他說 例如是怎樣 明年 還有沒有香港電影 這個是出人意表 你猜不到 但是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就是 我們每年都有香港電影 很合理 是吧 OK 我們現在看看 提名的片段 看看哪一個是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好嗎 好嗎 好嗎